安乐死是医疗不让你死才会存在的议题 古代与医疗匮乏不存在安乐死 台湾讨论的安乐死其实是安乐谋杀 分享 4.月18.2022 公是好好死又讨论安乐死议题 因为以前就播过 不过 我赞成反方杨秀怡教授的意见 因为台湾明明对病人的照顾 身障者的处境都还没做好 安乐死根本被当成杀人出口 而世界讨论安乐死的地方都是医疗过剩的地方 例如只要插管又没感染 病人就可以自然活到老死的地方 但这些人如果在欠缺医疗介入的地方 大概很快就嫁贺西归了 图片说明 公是好好死记录片截图 这记录片内容根据公是简介是 一位罹患遗传性肌肉萎缩症的Jeanette 这疾病已经影响她家几代人了 她担心自己将来和母亲一样 沦落到生活无法自理的惨状 Jeanette拒绝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死亡 选择了医生协助死亡 希望以有尊严的方式结束生命 但英国法律不允许这样做 她与愿意协助她的瑞士Erica医师取得联系 从英国飞到瑞士接受医师协助死亡 而我当下的疑问是 如果其子孙也遗传了这个疾病 例如她儿子 在无药可救的情况下 是不是往后她的家族都变成安乐死预备对 假设某种病被瑞士认定可以安乐死 假以时日全球都可以安乐死了 在经过病人同意后 某一天全人类都会让得到这类病的人 在符合许多条件下如无法治愈 苦不堪言等 比照办理全都去死 杨秀怡教授认为人并没有一个基本死亡权 并且安乐死会导致滑坡效应 我过去的看法也是如此 因为这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 今天这个病可以死 明天那个病可以死 某天一些无法治愈 但有可能还未并发的遗传性疾病 或不符合社会期待的人 也有可能被安乐死呢 就像我小时候看的西部片 一劈马脚骨折了 牛仔接着就给马一枪 说那叫安乐死 人类骨折没有安乐死 为何马骨折就该死 后来 我才知道据说马骨折会给马带来身心无法承受的痛苦 所以安乐死是最好的方式 但人与马的差别这么大 是我以前想象不到的 而我现在想不到的则是这些杀马的人能与马感同身受还能滔滔不绝 难不成他们都是horse whisperer 我曾写过安乐死的三篇文章 长照悲歌是一种词被杀人吗 台湾人支持的是安乐死还是安乐谋杀 从写子到写老伴自杀 剥夺他人生命权都是自私的 发生在台湾的许多案例背后真相不见得是死者想死 他们是照顾者想安乐而让被照顾者去死 根据我提过的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塑自第21号刑事判决 一名40多岁的何忠明先生常年照顾罹患脑性麻痹的21岁长子 据其陈述 他因不堪心力交瘁 2016年3月22日开车载儿子至基隆合体外 问儿子 大家都累了 杀了你 好吗 忍耐一下就可以变天使 就能走路不用靠别人了 与毙 他看见儿子点头 便出手掐死儿子 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符合力他杀害 慈悲杀人类型云云 这个父亲所谓的儿子点头是真的还是想象的 是儿子不想活了还是爸爸不想要儿子活了 我过去也不断强调 当长照压力已经扛不住 照顾者可以逃走 让政府接手 如果政府摆烂那也是政府杀人 而不是你手上沾满鲜血还要坐牢 又如78岁陈姓老翁 常年照顾患有先天性脑性麻痹的女儿 因女儿牙痛及吃止痛药无效 以棉被将他们死后寻短 陈翁获救后检方依杀人罪嫌起诉 台北地院判两年六月徒刑又欲请总统特赦 我当时也提到法官搞错方向 根本不是常照不照顾这些人 而是常照量能不给所有人足以减少重担的服务 就像公事这场座谈中的台湾障碍者权益 促进会赴秘书长刘鱼记先生的高见 身为肌肉萎缩症的他说他支持安乐死 但在台湾还欠缺给障碍者充分的自主与足够的相关设施前 骤然提出安乐死 简直形同让身心障碍者被自杀 而台湾根本连Jeanette所得到的照顾与自由都没有 看了华世报导的身障者的障碍赛 就知道刘鱼记先生所言不虚 台湾讨论安乐死的条件根本还不充足 我们可以看到 身障者例如轮椅族在台湾大街小巷要面临无数的门槛 根本丧失行的自由 看看截图就知道台湾在2022年还有多落后 最后 我2005年在一个玻璃娃娃之死谈到日剧美丽人生 Beautiful Life 这部日剧在日本平均收视率32.3% 最终化创下41.3% 剧中描述许多无障碍设施 到今日的台湾人远远不及 台湾文明落后日本几十年不止 就像到今天为止 我推轮椅到路上 还要与无数的机车及轿车争到 台湾文明有什么资格厚颜无耻的谈安乐死 连基本的尊重人性尊严都做不到的台湾文化 若通过安乐死 恐怕稍微有点病痛的人都要躲起来以免被安乐死了 Blackjack 2022年4月18日 2022年4月15日21点整 伸仗者的障碍赛有爱无爱 接到唱